日本的空手刀技巧究竟有多落后 这么说吧 在空手刀界公认的最强技巧因素权 都是中华武术2000年前淘汰的技巧 当然自从被皮革吃了之后 猎也不堪称自己的功夫有多好 恐怕这世界上唯一敢说掌握了中华武术技巧的 只有郭海黄艺人了 此时的东京最大斗技场内 已经填满了比空气重1.5倍的三绿甲烷气体 皮革竟躺在这样的气体中安然入睡 这家伙自从击败了刃牙后 便在竞技场哪都不去了 显然是把斗技场当成了自己的绿洲 因为只要待在这里就可以等到石耳 或者是游玩的对手 就在这时皮革从气体中苏醒了过来 以这家伙变态的身体素质 三绿甲烷根本没用 教授德川等人暗道糟糕 每当皮革苏醒就意味着 这家伙需要有人陪他玩或者被他吃掉 谁知这时德川当成竟然对着皮革喊了起来 他让皮革不要着急苏醒 石耳还没有来呢 没想到奇迹发生了 皮革竟然听懂了德川的话 缓缓地沉入了气体中 当然德川也没有欺骗皮革 他的石耳门都在不断突破 刃牙的伤已经完全恢复 并且可以轻易地控制权力击打报纸团 而余地克斯也和利也接近找到音速权的奥义 在人类世界 超越音速往往需要发动机或者火药的驱动 然而有件发明于千年前的东西 即便人体的力量就可以轻松做到打破音速 那就是鞭子 这种力量逐节传递 呈指数被放大到极致的力量 是可以用人的关节模拟出来的 从脚趾到拳动 涉及到的发力关节多达31个 最终将所有的力量汇聚于末端 一如鞭子的末端 就绝对可以超过音速了 就在克斯沾沾自己的时候 郭海皇竟然出现了 老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日本 让列颇为震惊 余地克斯第一次见到列如此恭敬 却从列的口中得知 他眼前的乃是真正立于中华武术之巅的人 156岁高龄的大宗使郭海皇 老祖早就听说日本是个谨慎的民族 他在这里听了半天两人对完美音速权的讨论 什么飞机大炮 听起来像模像样 其实全TM是屁话 真正的武学是靠科技能分析出来的吗 说吧老祖便拿出了一个鸡蛋 让列提在手中 是时候让孩子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技巧了 什么情况 中华武术最极致的发力技巧竟然是扯蛋 将一颗鸡蛋用线绳扯起 悬吊于空中 只见郭海皇助力在蛋前不见任何动作 下一秒 蛋的外壳竟然整齐的断裂开来 随着蛋黄的掉落 列和克斯惊呆了 这 这怎么可能啊 明明那个线自始至终都没有动一下呀 郭海皇淡定的吞了鸡蛋 并告诉克斯不要被关节的数量所限制 其实一只胳膊完全可以实现超音速 人的身体是有限的 可在老祖看来 只要赋予了无限的想象力 就可以打破肉身的桎梏 而这种想象力 也正是日本武术界最欠缺的东西 克斯按照郭海皇的指点练了一天一夜 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那种无限关节的感觉 想象究竟怎么才能赢得过现实呢 等等 如果说大象的鼻子 还有长颈鹿的脖子 都能为了生存而进化到今天这个样子 动物有活下去的执念驱动进化 那么人类为什么不行 克斯全身贯注摒弃杂念 开始构死自己的甩鞭骨骼模型 一百个关节吗 不对 两百个关节吗 还是不够 鱼帝克斯想要的远不止如此 郭海皇驾临日本 收到了鱼帝独步的盛情宽态 毕竟这位老祖点播一句话 都顶得上凡人数十载的苦休 老祖让独步不用客气 虽然猎在他的眼里是百年难得于一的奇才 但克斯的天赋也绝对不在劣之下 老祖相信 昨天自己示范了一拳 鱼帝克斯已经完全学会了 随着拳在空中的鸡蛋碎裂 鱼帝克斯终于松了一口气 经过一天一夜的思考 克斯发现自己之前的理解都是错的 想要发挥出最大的力量 根本不靠紧绷的肌肉 而且又像婴儿一般无比放松 有了张弛有度贴近原始本能的肌肉加持 配上想象出的一万关节力量叠加 鱼帝克斯终于完成了音速拳的最终进化 一拳挥出 刹那间 整栋建筑的玻璃 都因为超音速的爆兵声而碎裂 神行会的门徒们赶紧冲向了克斯的训练场 发现只有馆长一人处立在房间之中 那种美妙的感觉让克斯沉寂心中久久不能自拔 兄弟们 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期望 是时候去找回场子了 强者之间的星星相惜 让远在城市另一段的韧牙 感受到了余地克斯已经完成了蜕变 刚才现在这时候给自己也找个强力的对手了 五万五千人同时回拳怒吼 只为给艺人加油助威 这种顶级待遇只有神行会之王 余地克斯配得上了 经过一跃的艰苦特训 克斯信心满满的来到了斗鸡场 没有到刚刚和虚拟八毛龙战斗过的韧牙 出现在了通道口 你行的克斯 嗯 我知道 克斯独定前行 却在通道的尽头看到了不仅余地独步 别让我帮你擦屁股啊小子 克斯同样没有停留 带着祝福踏上了斗鸡场 可就在这时异变突生 政权中断图刺是日本空手道的基本功 甚至已经成为了象征 而此时此刻的余地克斯遭遇到的 是由五万五千人同时打出的政权图刺的拳锋 光着眼前的滔天拳锋和镇尔玉龙的后生 让克斯惊呆了 神经会全体净土五万五千门徒将斗鸡场占满 甚至连裂和郭海皇都在其中 他们在末堂后的代言下 骑程为克斯助威 别输了呀 大将 克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鼓舞 那么放马过来吧 原始人匹克早就迫不及待了 可已经完成了终极计划的克斯 上来就给了匹克一技下马威 眼上蛇根闪电夜光浮吐 你从招牌式的空手道连击臂下 打的是行云流水 让神经会员们备受攻武 匹克吃东张牙舞爪的铺楼上来 而这次迎接他的 则是克斯的一脚爆弹腿 下集可以说是匹克最脆弱的部位了 所谓趁你病要你命 克斯瞬间切成了一技潜龙升天 把匹克打得有出气没进气 现场观众恶不惊讶于克斯的实力 可任牙却知道 一切不过才刚刚开始 匹克可是侏罗技的最强存在 他的肉体强度 现代人根本无法逼你 克斯感受到了匹克 准备从正面还击 可下一秒 一股犹如火车撞击般的恐怖距离 就打在了克斯的身上 让他静止飞出了数十米 这是克斯有生以来 见过的最强一技 放在计划之前 这一脚能把他打死 而如今的克斯不但站了起来 同时也具备了反击的能力 匹克感受到了克斯的恐怖气势 这种水平的对手 已经不带着普通的玩物了 而是佩特让让匹克吃掉的强敌 弱肉强食 本是自然界永恒不变的法则 而匹克却是打破法则的第一人 因为他非强者不吃 在匹克的世界 他就是自然界唯一的法律 一个普通人的身体 究竟能够做到 如同战斗机一般超越因素呢 今天这个叫余地克斯的男人做到了 狮子薄兔上用权利 更何况是以恐龙为食的匹克 像 太像了 这和骑手势和半马勇斯狼简直一模一样 然而面对如此气势的匹克 克斯仍自信向前 这次我余地克斯绝对不会输了 面对飞扑而来的匹克 克斯启动了因素权 利从第七 一步足以回天 灭地力量瞬间在匹克的腹部爆开 这分明和速敌暴龙的甩尾攻击一样啊 可怕的冲击波在台上爆开 剧烈的痛楚让匹克蜷缩起来 长边爆发出了震耳欲龙的欢呼声 克斯赢了 匹克在自己两亿年的人生中 第一次感受到了如此剧烈的痛楚 这是恐龙们从来不具备的全新攻击武器 看来 强如匹克也无法经受如此剧烈的打击吗 然而 打出因素权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克斯的骨骼根本无法承受超越因素的力量 发生了粉碎性的骨骼 可以说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但是克斯很开心 刚才的攻击验证了自己全新的超因素方程式理论 一旦身体的一个部位实验成功 那么便可以将攻势套用到所有的部位上 让自己变成人形的超因素战斗机 匹克巨大的身躯轰然倒地 在场的高手们无不表情凝重 匹克就这么输了吗 三次因素攻击带来的副作用是巨大的 克斯的双手和一只脚粉碎性骨骼 想要超越因素必须和风俗做对抗 即便是战斗机材料强度不够 也有粉碎的时候 更何况是凡人的肉躯 可万万没想到 匹克竟然恢复了过来 这个怪物的身体素质已经远超人类可以理解的范畴 妈的打人的都跪下了 这些人根本不明白 教授解释到 现在格斗划分的重量级 和眼前的战斗完全没有任何可比性 试想一下 侏罗纪时代的那些生物们 体伤33米重达30吨的雷暴龙是一个什么等级呢 历刃般的牙齿巨大的尾巴 即便是克斯用出了因素权 且打击力也绝对超过15吨的暴龙冲击吧 匹克满血复活 摆出了那让猎终身难忘的姿势 是那招匹克开始反击了 一个武道家为了胜利究竟能承受怎样的代价 只剩一只脚没有粉碎性骨折的克斯 即将遭遇完全体的疲合 连猎都能秒杀的 以及让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可即便是这样 克斯还是信心满满 我余地克斯还没有到达极限呢 那是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才能到达的终极因素权 开什么玩笑 竟然还有绝招 这下连老鼓都不淡定了 这么多年来 克斯一直追求着极致的攻击 从肉体力量的坚定信奉者 到技巧与想象相结合的进化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 这超越人类速度的极限一拳 克斯的手臂骨头仿佛 变成了蛇的零件层层折叠 其速度之快 让人完全看不清 皮克是否接触过 随后便听到一声 突破音障的轰天巨响 皮克便犹如断线的风筝一般飞出 很久以来人们都以为 鞭子突破音障 依靠的是甩出去的力量 殊之在回首时 鞭子末端的变化 才是最精妙的 打出一拳用尽全力 本是毫无疑问的 可想要追求更高层次力量 就必须学会收边 所以才有了比之前 还有快一倍的因素权 当然代价也是更加的惨烈 克斯的整只手臂 都已经符咒分离了 此时的克斯终于亮进了底牌 不过无所谓了 最后站着的是我余地克斯 这是大家带给我的胜利 刹那间整座赛场都沸腾了 余地克斯竟然完成了 全球舞蹈家的皮克手杀 绝对可以说是神习会 成以来最伟大的一天 克斯真诚地向每一个 支持自己的兄弟表示感谢 突然一股不祥的预感 涌上心头 克斯回身一看 瞬间惊呆了 皮克不知何时 竟然翻了个身 隐约间还听到了 打呼噜的声音 这 这怎么可能 难道皮克不是被克斯打倒 而仅仅是睡着而已吗 德川和日牙满脸疑问地 看向了教授 作为最了解皮克的人 克斯在打出 终极因素权的一刻 皮克就知道自己赢了 在史前时代 皮克根本不需要 当场杀了野兽 只需静静等待受了伤的猎物 流血身亡即可 看到皮克流下的泪水 克斯已经明白了一切 在皮克的生存心跳中 使掉时尔的过程 也是分别的过程 正如他当初使掉猎一样 只是这次 对象变成了余地克斯吧